- 转战为网轻松开门后男单赛场费雷尔退赛,作为2018赛季最后一张大满光赛时, - 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大幕昨天拉开,在首个比赛月的较量中,女单头号种子哈勒普遭到爆了,那达尔和菲雷尔的西班牙得比,以后选的上退告中。 - 中国选手则有喜有忧,看上去,进入公开赛时代50周年的美网又将迎来几步平凡的两周了, - 周车劳队的王强在首轮紧用69分钟就拿下对手,金花江帅赶场首轮出局,从雅加嘎到纽约,从亚运会到大马冠, - 不管是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比赛,中国选手都在为国也为自己而战,王强,张帅,王甲凡,徐一凡,杨昭勋,段颖你这另外参加了亚运会的姑娘将集体出现在美网赛场上, - 帅先出场的是最晚抵达纽约的亚运会女单决赛选手王强和张帅,在成功未年亚运会女单金牌之后,王强立刻赶往纽约,在当地时间周日早上才到, - 之后,只睡了三个小时,则他就不得不去,面对自己本届美网,得首个对手来巴里克娃,6比2,6比2,他只用了649分钟就轻取对手,对手没有打好, - 他今天整场球,都没有可以制约我的东西,所以我赢的还算比较轻松,在和王强的复盘时说, - 自己一直在根据爱上麦克纳,马拉赛前制定的战术,在揭发球局中追打对手的习惯落点, - 这可能就是我今天赢球的关键吧,感觉也没干什么特别的,就是跑来跑去,就5比0了,在亚运会期间张帅就饱上负穴困扰,来到美网之后情况仍然没有好转,面对前世界第一,赛会12号种子木骨鲁章,中国金华在手盘3比2领先之后连丢10局,最终以3比6,0比6告负,无缘美网女单第二轮, - 队上这样的高手,以这样的方式输球,让我感到有些痛心,轴车劳短加上输球,张帅有些神情落寞,事实上,我从温望之后,就一直很难进入比赛状态,要不就是没有时间好好投入训练,希望后面调整得好一些, - 大排哈勒普被劈劳脱狂同样被身体状态拖累的,还有WTA世界排名第一的哈勒普,面对去年赛会八强, - 爱沙米亚人卡内皮,罗马尼亚姑娘以0比2的比分高负,成为公开在时代以来,第一位赞美网手轮输球的头号选手, - 去年赛比利减进国家网球中心,哈勒普首轮不抵减进的沙拉波瓦,那是后者付出后的首个大满贯赛事, - 今年面对33岁的老将卡内皮,世界第一赖以成名的移动能力出现下滑, - 外对手牢牢的压制在底线之外,1比6先丢一盘之后,第二盘开局他用0比3落后, - 尽管死后他将比分追成了4比4,可还是4比6高负,惨败, - 头号种子的尴尬,类似的标题不仰皆是,人们很快把这场比赛和他在法网人们后温网的首轮出去相提并论, - 不过,罗马尼亚人表示纽约和伦敦的情况完全不同, - 今天的视力是因,为我太累了,但这种疲劳是一种积极的结果, - 我在之前的蒙特利尔和欣欣纳提都打得不错, - 所以,我并不是因为身为大满冠冠军神感压力而输球, - 在每往前的两个WTA超五赛事上,哈勒普全都打入决赛, - 这意味着他只能拖着一个连续打满十场顶级赛事的身体来到纽约, - 那么,要经济一下赛程吗? - 我从没想过要通过放弃比赛来保存体力, - 每一场胜利,都会极大的鼓舞我的自信心。 - 南丹纳达尔收退赛大力赛界赛会冠军纪维农农冠军纳达尔, - 迎来了自己2018年的纽约首秀,对手是他的戴维斯杯队友大卫费雷尔。 - 在首盘比赛6比3,第二盘3比4时,西班牙天王收到了后者的退赛大力, - 进入南丹第二轮的他将会迎战加拿大人波斯皮希尔。 - 早在赛事开始之前,36岁的贝雷尔就说过没往将是自己职业生涯, - 在最后一场大满贯赛时,他有可能会在明年西班牙的某一战赛事中宣告退以, - 从2000年转为职业。 - 这位以勤恳和谦逊著称的老将,已经在网谈度过了18个年头。 - 他拿到过2013年法网亚军,职业生涯最高排名来到过第三位。 - 这是我生涯最后一个大满贯比赛,很遗憾我没能完成比赛,不管怎么说还是要感谢你们,我会想你们的。 - 在殷商退赛后,贝雷尔失望地表示,当他走去往拜前和纳达尔握手的时候, - 他的妻子和五月份才出生的儿子都在看台上。 - 纳达尔也对身为对手,队友和朋友的费雷尔,起予了极高的评价。 - 他一直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竞争者,很遗憾在可能是他生涯最后一场大满贯比赛中,发生了这样的事,我们一起打过戴维斯杯。 - 今年他在巴伦西亚,对着赫赫尔斯齐雷博士舞盘显胜。 - 那一刻至今令人激动,我们会想他的,大家都爱他。 - 北京城报记者葛小贤。 2号2号3号3号選民。 - 2021לי boost登场佛小贤。 - funnel3号4号3号3号3号7号4号11号4号5号4号7号2号5号。 - 放号6号5号7号。 - asons多一号上7号6号7号5号3号8号3号3号。 - hydrogen去对较洒人 去通过8号2台粮裟овал幾乎一跡 close19有人出现是巨警的收索的歧打 р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